旧金山警察局推行了近8年的警队改革 取得什么成效 旧金山市长布里德和警察局长Bill Scott宣布 加州和联邦司法部对旧金山警局272改革建议 最终27条在4月1号做出了回应 在取得的改革成就方面包括减少使用武力 增加招募和招募的多元性 减少涉及警察的枪击事件提高透明度 强化降低冲突训练扩大社区参与扩大问责制以及种族平等 其中从2017年到2021年对平民的枪击事件减少了43% 对非洲裔过度使用武力的情况在此期间也有所减少 7年前时任旧金山市长李孟贤 并请Bill Scott担任旧金山警察局长 因为警察局饱受种族主义简讯丑闻 和一系列令人不安的致命警察枪击事件困扰 引发抗议导致警察局长下台启动改革 26台记者万若全报道